大家好 欢迎回来 衰鬼联盟的炮谷片纵商店 介绍一下自己先来的天仔 等到颈都长的换成暖外 终于都出到第三集了 所以今集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新一辑有什么玩法 今集的内容是绝对不会透露到 谁和谁是一拼 所以去安心看 不过开始之前看这条片的你如果喜欢看剧剧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订阅衰鬼联盟 我们每星期都会和大家分享一套影视作品 事不宜迟 马上开始今集的分享 In case 有观众不知道《换成暖外》是什么 我都简单讲一下背景 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skip到下一部份 《换成暖外》其实是一套韩国的暖外真人show 头两季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播出 分别有15集和21集 今集目组会找来4-5配分手的情侣 去一间大屋同居 过程中他们要遵守一些规则 例如是不可以透露或者直接提到前度的身份 除了名字之外 亦都不可以透露其他个人的情报 不可以share自己的联络方式和social media给对方 亦都不可以私下用电话联络 在最终选择之前 成员之间亦都不可以拍拖 以及他们要每天轮流做直日生 在过程中节目组就会不定时被指定他们 互相公开一些个人的资讯 以及会安排活动被这些参加者单独进行约会 最后一集就要他们在前度和新对象之间作出选择 大致上这些规则和基本玩法 在三季里面都没有什么点变 不过第二季开始就加了新东西 例如是可以在不见面的情况下 跟自己的前度聊天 或者是跟某参加者的前度交流 而最狠的是 有些入住的成员 他们的前度是很后期才加入 令到观众就更难猜到 谁跟谁是一拼了 虽然第三季暂时只是过了三集 但是都已经有两种新玩法出现 分别就是线团房 和参加者向各自的前度 寄了一个离别的速递 线团房的玩法就是 所以入住前参加者会去到一间房 里面就放了一个线录 参加者就要决定 到底剪不剪断这条线 去表明自己到底是想跟前度 彻底斩览还是想重逢 而离别的速递 就是在他们入住第一晚 吃完饭的时候就会收到 所有参加者都可以自行决定 开不开这个包裹 但如果你开的话 就一定要在一个人的时候开 暂时线团房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作用不大 因为就算你剪不剪断条线 入住了之后 你的想法都可能会改变 除非玩到很绝 就是制作组说明了 剪断条线 最后就一定不可以选择前度 没剪的话 最后就一定要选择前度 反而离别触递 我就觉得玩到很绝 有看开这套都知道 他们每季 第一晚吃完饭 都一定会有一个环节 是读一封前度为自己写的介绍信 每次看完参加者的心态都会有少少动摇 现在还要在读讯前 加上离别触递的玩法 令到那么多参加者 更加深信 到底前度是怎样想的 除了新玩法之外 其实今季连制作班底都有少少变动 头两季一直都是由李珍珠去做PD 今季就变成金仁河做PD 上年他也有一套叫粉红谎言的戀愛众艺 在Dplus播出 有兴趣可以看看 虽然今季就转了一个新的PD 但幸好暂时看起来 flow和节奏都没什么大出入 唯一令人够病的 就是有些镜头看起来不太自然 参加者的麦克風都很明显 看到他们会背着一件东西在腰上 所以看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出气 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 反而我就很期待新PD会不会再玩得瘋一点 即是可能是一个参加者 有幅数的前度 或者是会出现同性的前度等等 又或者大家会想到更加瘋的玩法 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说一下 其实换成戀爱字播出以来 一直都被人说是戀爱众艺的天花版 而且每次播出前后都会引起很大的话题 今次都不例外 公开了8位成员之后 很快就被人说炒热到 原因就是其中一个女参加者 是前女团的成员 但问心我自己就不认为 这一件事是制作组炒热到 因为换成戀爱出色的地方 就是参加者的故事都很贴地很真实 看的人就好而有共鸣 而且第一季播出之后 他有几受欢迎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我觉得制作组 基本上不用怎样炒热到 每次出新一季 观众就会自动自觉地走去追 追完这一季 就会很期待下季 是什么时候出新一季 虽然他炒热到 我本身就不太在意 不过他用了前女团成员 或多或少都会令到 我在看的时候 是有点抽离的 一来是他本身在节目里 都比较突出 二来就是我会经常觉得 他是在演一个戏的 所以就算今季的参加者 比起前两季来说 是比较素人也好 但就偏偏因为参加者里面 有前女团成员 令到我看的时候 都没有前两季 看得那么投入 那今集就大概说到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听多一点 这一季的分享 都可以留言 我知 等一部再播一两集的时候 我就详细出一集 还有提醒大家 如果不想被人爆雷 最近尽量都不要在网上 打换成戀爱这些字眼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 被网上的报道爆了雷 只做了其中一群 最后大家如果喜欢这条片 都可以like 和share给朋友 亦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一起讨论 最重要就是记得订阅 衰鬼联盟这个channel 我们下次见 拜拜